大家好,我们是新加坡瑞兴创意华文中心,我是宋老师。 今天,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。 故事的名字叫《分腊笔》。 腊笔 腊笔 桌上有一盒腊笔 桌上有一盒腊笔 莉莉要用腊笔画画 明明也要用腊笔画画 莉莉拿了绿色、黑色和蓝色的腊笔 画画画 画画 is draw, 也 is also, 拿 is take, 绿色 is green, 黑色, 黑色 is black, 蓝色, 蓝色 is blue, 莉莉, 要用蜡笔画画, 明明, 也要用蜡笔画画, 蜡笔画画, 莉莉, 拿了绿色, 黑色, 和蓝色的蜡笔, 明明, 拿了红色, 白色, 和黄色的蜡笔, 莉莉, 花了一个绿太阳, 红, 红 is red, 白, 白 is white, 黄, 黄 is yellow, 太阳, 太阳, 太阳 is yellow, 太阳, 太阳 is red, 明明, 拿了红色, 白色, 白色, 和黄色的蜡笔, 莉莉, 画了一个绿太阳, 绿太阳, 明明, 画了一只红青蛙, 它们的画好看吗? 青蛙, 青蛙 is frog,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, 欢迎分享, 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听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 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故事等着你们哦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半 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的世界吧 晚安, 祝你们做个美梦